崛起所以全台的仓储物流真的成为了大热门 交易量非常的广 就连金融受险业者也看准收集 一箱箱包裹在输送带上快速运送 工作人员在扫条码依照订单例行减货 疫情推升网购地上需求 也让全台仓储物流不动产 尝试崛起 光是近三年成交金额不止直逼3000亿 交易面积20.9万平 相当于2.6座大安森林公园 依到他们投包率来看的话 的确仓储业 仓储的这个所谓的 投包率现在比办公室还要更好 那成本取得更低 所以他们当然乐意切入这一块 看纯年租金报酬率超过4% 由于办公用不动产 不少业者纷纷当起仓储包租工 除了全联统一全家等超商自由买家 现在就连国售南山人寿等金融售险业 也抢进仓储市场来卡位 不过仓储地点可是门大灾问 根据投计2019年至今 全台仓储乐点多半集中在 桃园 观音 龙潭 扬眉等地区 另外基隆 新北市五谷 新竹 湖口 台中雾七及台南新市等地 也是仓储市场热门战区 仓储所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你选在市中心 那的确是你的成本会非常高 他可能会选在都市的周边 比如说以这个双北来讲的话 他可能会选在林口或选在龟山这一带 从网控电商物流到金融圈 各大业者厂工仓储商机 不仅因为一楼黄金店面逐渐黯然失色 高投报率高使用率 也成为后疫情时代下的投资新宠儿 散灵新闻连出现刘富茨